這個地方 用一個針 去給它收 非常大量的廢集水還有濃液 發出一種惡錯的味道 駐到這個小家務院房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 大家可以看這麼多機器 這一台其實就是頂頂大女的葉克膜 這一台是高頻呼吸器 這一台是一般的呼吸器 這個小朋友總共在家務院房 辛辛苦苦奮鬥了 將近三個禮拜 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終於可以脫離呼吸器 最後可以平安順利的回家 回到他甜蜜的家 這種個案聽起來好像很可怕 你覺得這個個案算是很早見嗎 其實從疾病管自己的資料我要告訴你 這種個案不是罕見 你注意看這個數字 這個是我們從2009年到今年上半年 全台灣統計每一年的流感重症的個案 都是在像2009年 H1-1最多 總共是接近1200人 可是像去年快到1600人 這裡頭有三分之一的人 都必須住到家務病房 嚴重到需要住家務病房 其中有將近70人 光是過去的一年 有70人因為流感重症或是 所以其實 流感雖然常常聽到 常常見到 但是它的威力 恐怕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簡單 所以今天 接下來的時間 更加談一下 有關於流感的幾個 個人覺得 算是我們一般 應該知道的一些 嘗試還有怎麼樣去防止 流感這個病毒 大家只聽過A型流感 B型流感 事實上有C型流感 這不是開玩笑的 不過為什麼C型流感很少講 因為C型流感不會造成人類的流行 它為什麼 非常的有傳染力 是因為它很會突變 它差不多一年 會改變一次 那它的變化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基因有非常多段 現在知道有八段 這八段變來變去 你看排列組合 這個變化萬千 那裡頭我們常常會聽到 講到流感 H多少N多少 這個H 就是其中它表面的一個 像這種尖尖的東西 用來辨認我們的細胞 一個東西叫血球 這個叫H抗原 另外一個N抗原 就叫做神經安酸酵素 這兩個 就好像它穿了一件外套 你的身體 本來是看到舊的 穿舊的外套的病毒 你會產生抵抗力來對抗它 可是它只要改變一下外套 你就認不出它 你就會被感染 那感染流感以後 有哪些症狀 這些症狀 在你感染其他的病 好像也會有 你看這個 頭痛 流鼻水 咳嗽 喉嚨痛 發燒 發冷 甚至關節痛 肌肉痛 尤其最近屏東登格勒在流行 登格勒好像也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 這個 流感的症狀 看起來 跟其他的病 剛開始 其實非常的像 那流感另外一個大問題是 它非常容易傳播 所以 第一個 第一個最常見的途徑就是 打分機流鼻水 這個口水鼻涕 直接你吸進去 這叫飛沫傳染 可是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病毒 如果掉在這個表面 它有可能 還可以維持一定的存活 如果你遭受下一個人 雖然現在也沒有人了 你再一摸 把剛剛站在這個 桌面上的那個 這個分泌物一摸 一個不小心 吃進去 或是吸進去 它也有可能 可以 經由接觸感染 感染到 那比較麻煩的是 它潛伏期也蠻長的 潛伏期 有的人說可以到一個禮拜 在一般來講大概是四天 所以就是說 你接觸到流感病毒以後 到你開始發燥不舒服 可能是四天以後 這四天你不知道已經接觸多少了 而且最慘的是 你在你發燥的前一天 你就可以傳染你家裡頭 或是你的朋友 親戚同事 到你開始發燥以後 這七天內 你也有機會會傳染給別人 小孩子更可怕 小孩子 有人去研究說 小孩子可能從它發燥 十天之後 它這個分泌物裡面 都還可以抓到病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流感的防治 不是很容易的原因 是因為 第一個 它傳染力強 然後它很容易突變 變化大 第三個 它的這個潛伏期 可傳染期又長 所以這些條件讓它 可以不斷的人欺負我們 剛剛提到那麼多的症狀 都是流感感的症狀 不過一般來講 疾病管之舉 它有一個更明確的定義 就是說 什麼叫做類流感症狀 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人 同時有三個東西 大概他是流感的機會 會比較高 那比方什麼 突然發燥燥 至少三十八度以上 還有就是說 有一些咳嗽流鼻水的 呼吸道的症狀 那全身痠痛 或是整個人 非常的倦淡 那排除 只有單純的流鼻水 因為有些很過敏性畢業 或者是說 單純的扁桃腺炎 刺激環炎 那這三個情況都有 其實蠻嚴格的 有的時候 流感的人 是不是全部都有這些 這個大家如果有 得過流感 恐怕不見得每一樣都有 所以在臨床的 判斷 有時候很困難 我們有做過一個分析 就是你一個 很有經驗的醫生 然後 這個病人 發燥咳嗽流鼻水 來給你看 那你去分說 他到底是不是流感 結果準確性 大概只有六七成 就是後來 你去給他做檢查 發現真的是流感 結果有六七成的人 是說錯 只有六七成說對 另外的四成的人 其實是說錯 所以臨床判斷不太容易 所以就會有一些 這個困難的地方 那你看這個 疾管局 他不斷在監測門診跟急診的列流感 你可以看到像去年的過年期間 哇 很多很多 還有像今年的過年期間 其實最近也都有還有幾波小的 在急診跟門診做幾波小的流行 那最近這一個禮拜是比較降下的 那大部分都是哪一型 先這個綠色的 是B型流感 去年為什麼會 那麼多人的流感 大流行 是因為B型 綠色這個 那紅色這個是 H3N2 這個 紅色的部分 最近流行的是 H3N2 不是那個2006年的H1N2 那最近 這個 如果 你去年有拿疫苗 那你今年會得流感的機會就非常低 為什麼 因為去年預測的流感疫苗 跟今年流行的完全混合 所以 有打的話 幾乎 有打疫苗的 我們現在觀察一下 會感染到流感的機會很小 問起來 今年得到H流感的 都是去年沒有接種疫苗 因為今年的是 就是剛剛好是外面的溫和 剛剛提到 陰床診斷很不容易 所以要靠所謂的檢驗 檢驗就是所謂的實驗子診斷 這邊寫了一大堆 大家不用太擔心 除了這個紅色的 紅色的這叫什麼 叫流感病毒抗原特質 這個其實就是俗稱的快栽 除了快栽可以在最快的時間 大概 一般就算在大醫院 大概一兩個小時內也一定都知道 最快大概二十分鐘內可以知道 其他的檢查 都需要一兩天甚至一個一班 對我們在做流感的防治這個有點玩不及 所以我來講一下有關於快栽的檢驗 這個快栽 有人開玩笑說好像在快栽啊 為什麼 因為他的準確性差不多矽霞 有的人說好像丟銅板一樣 這個正面說是 反面說不是 那 他這個快栽的栽減法 如果你的這個喉嚨裡面的病毒量夠多 他是還蠻準的 可是如果在比較 才剛開始發燥 你就說 其實不一定 不一定說你驗沒有就不是 那哪些人必須說 如果有剛剛我們講的 類流感症 就是說咳嗽發燥流移水 全身倦怠 哪些你應該要接受快栽的檢驗 一般建議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說 嬰兒 老人家 還有你有在吃免疫意志劑 包括做化學治療的病患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的狀況嚴重上需要住院 或者是 你是所謂的流感重症的高危險群 那什麼叫流感重症 或是叫流感病患症高危險群 這一些都是 簡單來講 年紀小的 年長的 有慢性病的 還有就是說 這個住在護理之家 那當然還有一個是那個 過度肥胖 BMI大雨傘 這個都有 都是屬於高危險群 所以這群人 有這些被流感症狀 一定要記得 這個 進行檢驗 我舉一個意思來講 這是一個二十歲的女生 她以前有氣喘 她這次來也是很喘 那又發燥 那當作是氣喘發燥 確實那天有發燥 可是因為她是高危險群 我們就跟她做了 這個流感很快帶 發現事以後 趕快給予治療 結果 沒想到這病毒 還是拓散很快 你看 之前來說 兩邊都還算挺均 16小時以後 已經整個肺部擺掉 爬關 但是因為 早早就知道說 她是流感的病人 這個治療的方針 就可以更準確 所以說這個 快篩的檢查 還是有她臨床上 蠻特別的意義 所以 優點很快 缺點不準 那有人就說 我如果快篩啊 做兩次都陰性 是不是就一定不是流感 這個 有一個自由時報的報導 可以告訴你 這位先生 他得了新流感 結果他兩次快篩都陰性 因為我剛剛提到 如果你的 這個頭筒或是鼻腔 你的病毒量不多 或是剛感染的初期的時候 其實你去帶陰性 也不見得就不是 所以要搭配其他臨床的 症狀一起探診 那這個流感這麼恐怖的話 有沒有藥可以吃 有的 這個近年來 藥物一個最有名的藥 就是客流感 這個是專門針對流感的藥物 那另外一個 已經發明了40年的藥 是什麼藥 就是流感疫苗 不過流感疫苗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他每年都要重新打 為什麼 因為病毒年年變 那世界衛生組織 根據 這個 今年流行的 他會預測明年 可能會流行哪一樣 然後就從 做新的一批的流感疫苗 所以流感疫苗 必須每年打 語音在這裡 我們現在 除了客流感 還有一個叫做 這個瑞樂沙 這個大概都是比較厚鮮的藥 另外還有一個 有人說 客流感跟瑞莎 一個用吃的 一個用吸的 還有一個是用打的 但是都是特別用在種子 這是我們國內現有 至少有三種 抗流感的藥物 不過俗話說得好 四藥三分毒 沒有一個藥沒有副作用 那客流感的副作用是什麼 整個研究起來 最多的就是 噁心嘔吐 甚至有高達 一兩成以上的 噁心嘔吐的情況很嚴重 到沒有辦法吃這個藥 在日本 因為他們 用了客流感的技術 一年大概用了 大概有一千萬劑 他們發現 甚至青少年吃了以後 會有想要自殺的面頭 所以這個藥 這個副作用 也是蠻麻煩的 那它有什麼效果 一般來講 它也可以 讓你這個不舒服的症狀縮短 差不多在兩天左右 一天多到兩天 所以 還是有它一定的效果 但是我這個副作用 兩個中間就好像一個天秤 你要不要忍受這個副作用 然後換取這個 縮短這個症狀 一兩天 這是一個可以想像的 所以 不是所有的確定流感的病人 都建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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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